中部七名画家林辉堂、黄文栋、吴荣宗等人 8月中旬受邀在华盛顿一郎举行画展 将带着35幅 以台湾色彩异象创作进行艺术交流 创作面向涵盖油画彩末等 融合传统和现代素材 七人画风各异且独书一格 美国行前在台中举办预展让外界先读为快 七位画家难得同台献身 他们更将携手带着画作 要前往到美国华盛顿一郎来进行艺术交流 不过在美国行前也将35幅 以台湾色彩异象为主题的绘画创作 来举办预展与众人分享 传情达意最直接表现的方式 除了语言或是文字之外 我想绘画的形式的一个传达 我想这一个浪漫的程度 或是它的一个表现的形式 我想更特别更有它的一个意义存在 画家黄腾轩是将建筑 云鸟类还有试花等城市意象 都聚集在此碗上 来呈现出对土地的感受力 也是要歌颂台湾 说唤起移民美国的台湾人 对故乡的想念 那这个碗里面呢 我装满了水 这个水呢 因为水它是代表一种包容 代表一种希望 然后我们 我就画了我们台中公园 就是我们大家记忆最深刻台中公园 还有陆思义教堂 它是一个传承的感觉 老中青还有歌剧院 做一个时代的一个传承 所以那里面有我们的试花 有我们的试鸟 来做一个时代的一个灿烂 那这个碗呢 本身也是一个石榴 石榴也是代表一个传承的一个概念 有天幕画家之称的林辉堂 则是推出宇宙 宇宙夜两大系列创作 运用宋朝天幕版的机理 转变到画布上 来呈现宇宙的空间感 与人类生活在地球的时间感 就是右舍的流动 右舍的流动 这个都是右舍的流动 然后这个是一种天幕的变化 一种天幕的变化 那种机理的感觉 所以你细细地看 每一个地方你看 都有它的这个不同的感觉 那这一整张画 我是在表现宇宙的空间跟时间 七位艺术家画风各有其特色 创作的面相也多元 涵盖油画彩末等 融合传统与现代素材 要透过他们的画笔 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台完美 这一家画台中采访不到 这一家画台中采访不到